大家好,我是阿文 今天帶大家來到台中進化北路上的一家手工早午餐店 那麼這家早餐店很特別的呢 首先就是它的招牌之打 就是它是手工的早午餐啦 招牌之打就是它是手工的早午餐啦 招牌之打就是它有自己獨家的秘密 武器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 所以快點進去來點餐吧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還蠻 那鐵板麵方面的種類還蠻多種醬料的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點一個來試試看 那另外就是有一個特製區的部分 我們有華生培跟起司蛋餅 這個蠻特別的 我們等一下應該可以嘗試看看 好,那我們現在的餐店全部到齊啦 那先來看一下這個是我們的公寶雞丁麵 然後上面它會先給一個哇很大的歐姆蛋 做得很漂亮這樣子 然後呢分量其實也蠻足的 然後下一個是我們的花生培跟起司蛋餅 那這就是老闆這家店的秘密武器啊 那花生培跟起司蛋餅這種 這種口味呢可能在國外會比較常見 就是他們國外的花生醬是那種比較鹹的 不會像台灣這麼就是再搭配濃郁的起司跟培根這樣子 巧克力棉花糖厚片 那它的巧克力我原本以為說它是把整片 它是把整片吐司抹上巧克力 但其實它下面底下是最底層是奶酥 然後再淋 再放上我們的棉花糖之後 再淋上巧克力醬這樣子 來這邊就是我們的炸鍋貼啦 哇它漲得金黃酥脆的 看起來就是很好吃的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吃一口 嗯 餡了很多 然後料也很香 就是有香 有一點點韭菜跟高麗菜的味道這樣子 好 吃完餐了 那真的不得不說它的份量都還蠻大的 然後價格也都平時實惠 都是同伴美食的概念 那如果說大家有機會的話 就有機會來店裡面做做瘋場 給他們瘋場瘋場一下吧 好那我們下回再見囉